Hi, 我是陈老师 记得订阅、赞和分享这条影片 谢谢你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叫做 The Power of the Other 作者是Henry Cloud 他是一个心理学博士 同一时间也是一个领导力专家 他的成名作是Boundaries 也有中文名 将它译成过游不及 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而The Power of the Other 是他的最新的一本书 应该是17、18、19年左右的作品 他其实是一本讲人际关系的书 大家知道我很厉害别人讲人蜜 而且我的性格是很不喜欢去麻烦别人 不想去找人帮忙 很多我自己什么都可以搞定 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讲 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原来可能我的某些想法 某些做法 是会导致我走到另一个误区 是会令到我变成一个断了网的人 独立不是不好 有个人色彩不是不好 不过不可以令到自己成为独家村 不可以令到自己与世隔绝 这本书里面的核心就是说 人际关系的四个层次 我们怎样可以去尋找到这四个层次的关系 怎样去尋找到甚至是内化他人的力量 令到我们无论在感情生活 事业和人生里面都可以更进一步 更上一层流 这本书并不是那些很肤浅的教理 我怎样跟那个人建立人脈 我怎样可以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我怎样可以结交一些比我更高级的人 并不是类的书 而是跟内省有关系 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不单止没有抗拒 反而我还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我亦都很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一些 以前做事的方式 和自己所抱持的态度 原来是真的可能会出问题 首先我简单介绍下 四种不同类型的人世关系的连接状态 在这四层的人世关系层次里面 只有一层能够帮助我们成长 其他三个层次都会削弱我们的成就 或者幸福 甚至可能会摧毁我们的梦想 人世关系 成就和健康 所以我们要学会 如何去脱离那三种状态 进入唯一能够发挥正常作用的那种 人世关系状态 作者就将这种人世关系的层次 称为人世关系地图 第一层就叫做孤立状态 也就是没有连接的关系 第二层是坏的连接关系 第三层是看似美好的连接关系 第四层是真正的连接关系 最后的这种关系才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以及为我们带来健康和成就 好了 我就一层一层关系去讲解 大家也可以自己检视一下 自己身边的人世关系是属于哪一个层次 记住 前三层的人世关系 都是某程度上对我们有害 又或者削弱我们的幸福 我们要尽可能离开这些关系 进入到第四层真正的连接关系 首先我们讲第一层关系 孤立状态 孤立状态会有几种典型的人 第一种就是 例如是反社会人格 第二种是自恋癖患者 这类人他们是没办法对其他人 投入真正的感情 投入感情其实是一种动态的互动方式 一方会给予 另一方会接受 而孤立状态的人 他是处于一种受阻的状态 一不就是在给予这部分受阻 一不就是在接受这部分受阻 吸予受阻的意思就是 你不懂得如何去爱人 即是哪怕是你的亲人 你的子女 你的伴侣 你是没办法真正去爱他 而一般你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 是偽装出来的 这种人的内心里面 是不知道究竟是如何去爱人的 这种就是吸予受阻的情况 在讲这本书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光之手里面 曾经说过心轮堵塞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都和这些心理学的著作都蛮 match 而什么是接受受阻呢 就是反过来 我是感受不到别人对我的爱 就是别人爱你 投注很多关心给你 你感受不到 你想想 没有办法吸予爱 或者是没有办法接受爱 那其实 那个人就会处于冷血的状态 没有办法吸予爱去到极点 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 你这帮人根本就不值得爱 你们只是配拥有不幸 是不是 我要毁灭这个世界 我还没跟大家说 我最近看《易天奇案2》 方力生和张永康 就是很典型的状态 平时他们对待所有事情 都是冷冰冰的 好像我们正常人 有些狗仔 猫仔来到你身边 你都会很开心 它就挺拥抱着手 要抱歉 这类人是没有的 他们没有觉得这ように 背後感到有什么可爱 人有什么可爱 动物有什么可爱 世界有什么可爱 一项都不可爱 同一道理 自戀癖患者 就是反向 他们是知道什么是爱 因为他们是科技的 也可以给予爱 但这种感爱是友诚的 是我的恩赐 他感受不了marksives 我们的爱 他认为其他人理所当然应该崇拜我 而我给你的爱、我给你的愧赠和帮助 都是我的恩赐,因为我高你一等 这两种人已经中了黑暗三角人格的要素了 第一个要素是自戀 自戀的特质是红心勃勃、骄傲、自负、缺乏同情心 第二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特点是极端利己主义 喜欢操纵和剥削其他人,缺乏道德感感情冷漠 但我们之前说过,拥有黑暗三角人格的人 往往都是很吸引人的 这些人格特质往往是很有魅力的 例如这个人很高冷,这个人很man,很果断 他们通常会拥有一些普通人很喜欢的人格特质 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会拥有这样的人格特质 是因为他们黑心,他为什么会果断? 因为他没有同情心 他为什么会高冷? 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你喜欢什么 或者不喜欢什么 当然在正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很难说你真是遇到一个 或在楼顶顶强水落楼的人 那些太过自戀的人也不是经常见到 你可能见到最多的自戀狂就是我的 除了这些极端的人格状况之外 还有一种人,他们都处于孤立的状态 而这种人就充实在我们身边 例如是哪些呢? 例如是一些明星级的CEO 或者是你公司里面那些 没有家庭,断六亲的那些 阿姐,那些主管 他们很有可能都是处于这种孤立状态 你可能会反驳,不是喔 他手下这么多人 每个都见到他都害怕 点子冰冰地运筹为握 就像去年的出生文女王 里面的蛇丝曼的角色 怎会是孤立状态呢? 当生活在第一个层次 也就是孤立状态的人 作为一间公司的leader的时候 他们并不会和下属 或者是同事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 他的team,他的department 或者是这间公司的企业文化 可能会是关注在追求高的时候 他的职效度,十分之扯 要求也会很严苛 例如会大量使用抹毁淘汰制 你搞不定,你做不到,明天不用上班 而这些人做事的顾员 是没有办法感受到自己的贡献和受到重视 所以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可以扯到公司好行 可以令到公司的业绩很好 但其实这个过程是没有办法可以持久的 因为那些真的有才华 或者是忍受不住他的性格的人 慢慢都会离开他的team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处于孤立状态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leader的话 在决策的时候 他通常都是在隔离的状态之下完成的 也就是说永远做决定的人 只是他一个人 当然他们可能会找几个一两个人 进入他的小圈子里面 但通常这些人都是用来趁的 都是用来掩人耳目的 因为进入到这个圈子的人 都会随着他的意思去发表意见 或者是迅从他的决策 他并不会真正听人意见 跟这些人相处的时间内座 你会觉得很压抑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他没有办法听取外界的讯息 也都不听人意见 那他的决策就会越来越愚蠢 越来越脱离现实 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很厉害 其实我是很认真地反思过自己以前的性格 我在公司里面是不会这样的 但在家庭里面 我觉得我自己以前是处于这种封闭的状态 我太太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你从来都不听人意见 你只是听你自己说 你是皇帝来的 没有人可以反对你 跟你这些人相处真的很辛苦 当然有时是他很生气的时候这样说 但现在我想起他以前跟我说过的这些说话 再对比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状态 我就觉得其实是的 我真是会被我的独立 蒙蔽了我的双眼 我太相信我自己 所以有时会令到我不听人家的劝告 不听人家的意见 不理人家的感受 我虽然不是大男人的人 我也不会打人 但我是一个很硬颈的人 这件事是容易令到我 在做决策的时候失误的 所以这件事都是这几年来 我自己帮自己做性格修复的时候 有一个很关注的重点 自恋是可以的 但不要不听人意见 当我平时不听人的劝告 一意孤行 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身边的亲人 朋友 关心你的人 他们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 他们会觉得 我究竟扮演一个什么关系 什么角色 在你的心目中 我说的所有的意见 你都不听的 我对你所有的忠谷 你都不会理解的 你当我是些什么呢 其实这些说话 都是灵魂敲问来的 是的 你既然和对方是一段这样的关系 无论是夫妻的关系 父母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都是一样 如果对方所说的东西 你都听不入耳 那你和对方的这种关系 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 正常的关系是相通的 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吸语和接受 如果你随便没有了一边 塞住了一边 那这个关系就会阻塞 它就会不顺畅 那这段关系就会有问题 既然有东西塞住了 那你就会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 所以我反思的是 我冠冕堂皇所说的独立 是不是只不过是 我用来孤立自己的一个盾牌呢 这一点是我看这本书里 对我触动最深的地方 也是我问了自己最多的地方 有时独立和孤立 真是只差一线 究竟我是站在哪一边 还是我踩了一条界 当然我的优点就是 我是很懂去反思自己 无论是好的事情 还是一些坏的事情 我都会整天去反思自己 其实这个做法就好像 我自己身体的一种免疫系统 你是会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做错了或者不对不重要 改了它就可以了 最怕的就是 我们不承认自己曾经做错过 又或者我们不敢去面对自己做错过的事情 我经常都宣称自己的性格 算是得人中意的 但我有时忽略了 可能对我自己最亲近的人 对我身边的人 我反而未必是 有我说到那么多人喜欢 可能他们都不是很喜欢我 这些性格 就是他们会觉得 你这个人真是 太过皇帝了 太过霸道了 这些就是很讽刺的地方 我们对街外人 对外面世界的人 对同事 我们可能都会笑面迎人 但是对着我们自己家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展露自己的 最真实的那一面 当然我知道自己 并不是处于这种孤立的状态 但我们时不时 都是应该要 翻转头 看看自己 最近的表现是怎样呢? 和其他人的相处的关系是怎样呢? 其实看书 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 塑造更加好的性格给自己 好像前几天和大家说的 那本《华盛顿的110个礼仪规则》 其实有很多条 我都觉得自己 原来是做得欠佳 做得不好 例如我太喜欢和一些同事 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发表自己的伪论 好像常常想想人家几句 但这种方式是不适当的 人家凭什么要听你的中谷 是因为你的地位? 因为你的阅历? 还是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肯觉得 你好像高人一等 要可以想人家几句 这件事 我觉得是我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没有用一个 蓬佩应有的谈话方式 去和对方沟通 还有一点 就是我经常会和一些人 去探讨死亡的议题 其实都是不适当的 不是每个人都是你 陈老师你明白吗? 不是每个人都适宜去讨论 探讨这些议题 我突然之间觉得 因为我整天和我爱父 去讨论这些议题 我就想死了 我可能真的说多了 我美其名就是说 我想和他做一做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让他一些心结可以释放出来 让他我的外母的离世 和他的小孩的离世 我想他可以更加接纳到这件事 当然我的初心是好的 但我有没有考虑过 对方能否接受到这件事 还有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的动机究竟是 真的想帮对方解开心结 还是某程度上 我是希望在对方面前抛书包 说我现在有多叻 学了些什么 我懂得些什么 当然我很清楚知道 我是真的出于好意 因为他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是想帮他解开心结 但这个方式是不适合的 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 经常都会去反思的问题 我每一段时间 我就会去想一下 我最近做的这些东西 究竟有哪些是做得好的呢 哪些是欠佳的呢 我以后要如何去改善 修复自己的缺点呢 虽然是题外话 但我觉得看书对我们的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在看书 阅读的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去recap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 或者最近做过的事情 你意识到 其实你就已经在改变了 我们要令到自己的性格 越来越得人中意 而不是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具备社会性 而不是孤立性 还有一点就是 我和我一个澳洲的朋友 经常都会WhatsApp聊天 但一聊到某些话题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发表伟论 说了一大堆东西 有时在想 你这些性格都很厉害 人家有时跟你说一下 生活上的东西 说一下我今天吃了些什么 你和别人说其他话题 说你就是说你自己重视的话题 而忽略了对方 人家现在跟你分享的东西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 真的是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生活的主角 我和你分享我的东西 其实人家期望 就是你和他讨论同样的话题 说这件事 而不是你随便回应两句 是吧 send emoji 然后转移到你想讲的话题 其实这些性格 和我太太对我的comment 是一点都没错 我真的是皇帝 你整天就是关注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就是想你自己的世界里面的东西 不是去想想别人喜欢些什么 不是去顺着别人的话题和别人聊天 你只是想发表你的意见 你只是想说你喜欢的东西 是不是? 是真的 这是我需要去改善的地方 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叮一声 启发了我很多很多东西 令到我可以想起我自己现在的 situation 究竟是怎么样 我的人际关系 有没有我想象之中那么好 是不是? 好了,这一部分就讲多了 讲了很多题外话 我们继续讲人际关系的第二个层次 就是坏的连接关系 什么叫坏的连接关系? 不一定是家暴、虐待人、坏人 才是坏的连接关系 所谓坏的连接关系就是 当你去接近某些人的时候 那个人会令到你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会令到你觉得你不够好 令到你觉得你自己低人一等 甚至是有缺陷 好像你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原因 总之你和这些人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我曾经在以前的公司里面 见过几个这些人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但你总是觉得在他眼中 在他心目中 你就是低人一等的 你就是要出去针水给他的 他没有叫你针水 但你就会觉得你自己 就是应该出去针水给他 就是这样 他不一定要扮演一个老板 不一定要扮演CEO 他可能是你的一个客户 一个朋友 甚至是你某一个家庭的成员 无论他扮演的是什么身份 总之他就是会令到你感觉不舒服 例如说他可能会有过高的期望 完美主意 不合理的要求 掩尖声门 不喜欢赞人 喜欢制造羞恥感 内疚感 会贬低你的行为 你和他说话不出声 西口西面 有些行为特质的人 通常是处于第二层的 人际关系里面 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你会觉得你的能力 你的能量 你的幸福 你的热情 你的关注度 都会被他减弱 那一个简单的例子 爹地我今天墨书一百分 然后爹地没有反应 又或者说 什么是吗 墨书一百分是你应该做的事 你试下拿九十九 脚都扭闭你 爹地你看看这幅画画得漂亮不漂亮 那些颜色游到出世界 都不漂亮 你懂不懂得审美 嘩这个雪糕真的很好吃 整天吃完垃圾食品 老公呀 我约了一些朋友 打算去日本玩几天 你去吧 我自己在家照顾孩子就行了 你玩得开心点 如果你和这些人相处 你慢慢也会开始 出现防御的状态 这些人是很虚耗你的能量 你做什么都会泼一盘冷水在你的头上 其实你没有做错什么 是他的标准天花板那么高 算了吧你 做到份report那么漂亮有鬼用吗 阿姐都不听的啦 他一定禁止的 很多职场里面的关系 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都是这样的 这些关系是有毒的 上司没得选 老爸老母没得选 但我们可以选自己怎样做人 当你有机会做人家父母 做人家上司的时候 真的不要这样 其实人际关系的网络 就跟我们的网络是一样的 你处于哪一个层次 你就会连接到哪一个层次的人 就好像一个网络 网络是架网 你只能看到一些色彩物 网络是讲新闻者 你就会看到所有都是讲新闻 你会见到其他人都是讲新闻 八卦的东西都会看到 другие 我们处于第二个层次的这种人性关系网络 我们就会connect到这个层次里面的人的感受 例如我们会在那个人的影响之下 令到我们对自己、对工作、对生活都不满意 也会令到我们产生焦虑、恐惧、内疚、恥欲、低人一等和自卑的感受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家公司的氛围是这样的 你家里的氛围是这样的 那你一定要作出改变 不是离开就是要换个相处方式 如果第二层次的这个网站的发起人是你自己的话 那你自己也都当然要改变 就是不要那么严瞻 不要那么完美主义 不要去对其他人吹无求疵 好了 了解完坏的连接关系 我们再说第三个层次 就是固惑人心的虚假良好关系 与第二层和第一层相反 当去到第三个层次的人际关系的时候 他给你的感觉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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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好 会完全撇除了任何不好的感受 你在这些人际关系里面 好像每天都在这个极乐世界那样很开心 但是每天都这么开心 那你怕不怕会重伏 人生其实是波浪线来的 你不可能永远处于开心的状态 永远都不需要面对那些痛苦的事情 所以宣称永远可以令你开心的东西 通常都是唐医毒药 那有什么关系是处于第三层的这种虚假虚似的良好关系呢? 第一,老鼠会 也就是那些陈亚式推销的那些庞氏片局 哇,你看一下 陈老A刚刚在我们的平台那里赚到钱 买了一部法拉尼啊 来,我们一起恭喜他 又或者由陈老B所创立的脚趾公教 每天都这么开心的那些宗教团体 证明这样的烈产 又用多少厉害来玩争 其实很多吸引力法则的团体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枯劃人心的虚假良好连接 如果你把你自己催眠去到一种程度 就是我永远都不会遇到坏东西 我永远都只是会遇到好的东西 其实是很得人害怕的 它跟你沉迷酒色毒品是一样的 它是一种成人性的习惯 它不单止没办法令你脱离现实 反而会令到你沉迷在某一些虚幻的事情里面 会令到你在一个bubble里面不断地发梦 这种虚假的良好连接的关系 甚至是更恐怖过你去建立坏的连接关系 因为坏你见到它坏 你见到它西口西面你可以走的 但这些好像很吸引 好像很正怒 好像说得很正确的东西 但它可能是唐医毒药 艺装成为普通人 艺装成为糖果的毒药才是最可怕的 其实在公司里面都有很多这些人 有些领导会不让同事放负 或者只会选择性地去听一些好消息 顺利的消息 久而久之 它身边就会充斥着一大堆的拆鞋子 以及懂得跨下海口的人 还有些什么典型的例子 明星和网红的世界 你会发现它们好像生活在 这个紫序金迷的美好世界一样 很令人向往 我们要用critical thinking 去认真去想想这件事 一个人英俊 很多人认识他是不是代表他人格高尚 是不是代表他很有学识 是不是代表他诚实可靠 No 这些都是表象 好微好貌生沙式的人 但有人在 有什么可能有一个人会没有缺点没有弱点 就算他说你都不应该相信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公司的leader 你处于第三个层次里面 其实是很大压力的 因为你要在所有人的面前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你永远都不会犯错 永远都不会有决策错误的时候 你永远都不会失败 就算错可能都是下属的错 是上级老板的错 是公司的错 是经济形势的错 是社会的错 是工业水平的错 是监管部门的错 而对于这些处于第三个层次的leader来说 公围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毒品 没有人不喜欢听拆鞋的说话 没有人不喜欢听人公围自己 但在住于第三层次里面的人 他们最受落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之前讲《格调》那本书里面 曾经讲过 那些中产的最顶层 和那些富人的最底层 他们都是最自私和最虚荣的 他们会喜欢去拉头马 喜欢去炫耀自己的私人飞机 炫耀自己的跑车 炫耀自己的男人女人的数量 炫耀自己的物业 炫耀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不是虚荣的话 你怎会整天曬这些东西出来 你在额头就作着虚荣两个字 所以要埋你身 就拆你鞋就可以了 接受奉承其实是会令人上瘾 你渴求得更多 那些卖毒品的人 就是那些拆鞋子就会越多 所以你可能永远都会处于这种 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 你真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真的觉得自己 好像比全世界的人 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三种人际关系的连结方式 都不是健康的方式 而且它还会不断地循环 我举个例子 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孤独 觉得自己处于孤立的状态 所以就很想去找一些人去建立关系 让自己可以脱离这种孤独的状态 而因为你太渴求拥有一段关系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被那些 喜欢控制我们 经常都批评你 嫌弃你的人所吸引 那我们就会建立了一种坏的人际关系 这种坏的人际关系 你逗留得久了就会觉得 很压抑、很烦、很想离开 不行 我要过一些美好的生活 于是乎又会掉下去 那些看似美好的人际关系里面 你是不是生意失败 老公在家都经常对着电话 不停跟人家聊天 不跟你聊天呢? 我知道你很不开心 我知道你不知怎样 就算 加入我们Hero Babies 我实在有太多的客人 跟着我你就会成为一个 很开心的Baby 每日都充满着Energy 很快就可以买到一台Mustard Lardy I will make you crazy 大家好 我是Baby 欢迎你加入Hero Babies 如果你想在三个星期之内 成为一个国际认可的资讯导师 拿到国际心理资讯机构的专业认证 成为两性感情专家 人际关系专家 亲子关系专家 谈判专家 核弹制造专家 科学家 音乐家 昆虫研究专家 现在报名我们还有早料优惠 奉送老公早回家系列 保证你每晚8点 都可以跟你老公在家看外回家 慢慢你就会进入 每天跟Baby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开心 在这个group里面 大家都很有爱 大家都卸下心房 大家都自强自信 大家都很happy 然后开心的时间越长 你发现自己越空虚 开心的时间越长 自己越无进步 甚至乎越堕落 然后每天都麻醉在那些花言巧语 那些赞美之声里面 所以最终你仍然会觉得 这些关系其实都是虚假的关系 都是无意思的关系 于是乎我们又会回复到孤独的状态 孤独完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寻找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身边 这些连接关系都是存在的 只是视乎你是处于哪一个阶段的时间长一些 只要你没办法突破出这个圈 那你就会不断在里面循环 就像罗伯特星奇所说的老鼠菜跑的困局 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圈 去寻找到第四种人际关系 第四种才是健康 和令到我们会有进步的人际关系 它就是真实的人际关系 第四层的人际关系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作为被连接的人 是一个相向的过程 你既是一个给予者 亦是一个接收者 我们要承认自己是需要帮助的 同一时间我们也可以向其他人提出请求 胡敦曾经说过 我并不是真是聪明 我只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伙伴 都需要partner 就像巴菲特那样 他的partner就是Charlie Monger 其实你看一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你便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人际关系 是健康的人际关系 那它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两个人之间是会互相关心的 两个人之间亦都会说真话 而且是有建设性的 我们之前说的《穷查理宝典》那一集 就略略提到过巴菲特和Charlie Monger 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 他们有时会互相侧对方 但是亦都会给一些很中肯的意见对方 有时对方的一些不太理智的决定 一方亦都会直言不畏地指出对方的错处 并且亦都会给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对方 这些关系是没有什么偽装在的 你是不断可以互相在对方的身上 学习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令自己进步 其实这种关系就是我们平时 我们童年的时期 我们的父母跟我们说的所谓的真心朋友 就是这些 我们其实可以检视我们的童年 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 不是很多的真心朋友 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处于第一、第二、第三个阶层 例如常在你身边炎耀的那些朋友 很明显可能是第二个阶层 是有害的关系 我有钱啊 我现在怎么怎么怎么 你现在在做什么职位啊 即你在他面前永远都是得人一等 或者是处于一种类似竞争的关系 这些都不是健康的关系 例如有一些永远都会奉承你的朋友 永远都只会觉得你是好的 你承受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 很明显这种是反转了 是别人奉承你的关系 也都并不是真心的关系 真正的关系就是你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的关系是平等的 是对等的 你也都经常可以在他身上学到一些你没有的东西 你也都可以在他身上得到一些新的information 是你平时的盲驱 例如说你有一个医生朋友 一些医学知识你不具备的他会提醒你 哪些健康资讯他会给到你 而你又可以给一些法律意见对方 那大家永远都是互相进步互相促进的 当然你不是说妒忌 你不会说妒忌别人做医生好比你 他也不会妒忌你做律师好比他好比他 是吧 大家会相互指出对方的一些盲点在哪里 也会给一些有建设性的意义 那这些朋友就是真心的朋友 不是在一些炎耀的场合 又或是想贬低对方抬高自己的时候才出现的人 而且你跟这些朋友这种关系的人相处的时候 对方是会傾听你的诉求 傾听其实是很重要的 它是可以解决能量枯竭的问题 即是我们有时就没了电了 我们就死了 就来塌下了 有个人听你慎说话 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充电的方式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那一集 病人有时就需要跟医生说 我现在有多辛苦 我的病症是什么 但医生太忙了 太过冷漠了 不愿意听病人说一下他的病情 所以反而会令到病人的病情恶化 其实他只要听一听 病人就好了 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人喜欢的地方就是 我们在一些应该傾听的时候 发表建议 讲自己的想法 在一些应该发表建议和意见的时候 不出声 例如好像当年 我只是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的时候 身边那群好朋友 他明知道我走到死路里 他们讲得太少 又或者当你的事业有起色的时候 身边有一些朋友 又讲得太多 给太多的意见 我明白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难拿捏的 究竟怎样为多 怎样为少 怎样为适合的时机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慢慢去磨合的 慢慢去尝试的 但我们一定要在一次又一次的 人际关系的教训里面进步 例如好像我身边的那些好朋友 在我迷失方向的时候 他没有真正意义去制止我 可能有很多原因 第一就是未必制止我 第二就是可能他们做得不够 我的反思是 我不是怨他们 当然 关人家鬼事 你自己贪心 第二天 当我见到我身边的朋友 做一件类似的事情 他们准备迷失的时候 我便会提醒自己 你应该要很严厉地告诉他 这件事有多严重 要去制止他 你要尽你的所能去做这件事 而不是不理 不是不好意思理 第四层的人际关系 是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自控能力 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对我的触动是很深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刻意地去做这件事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 就是我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所以我要很警惕自己的想法 因为如果我的想法太多 在我身边的人就会没有想法 尤其是我女儿 如果我太多意见 我给太多先入为主的观念 他就没有办法做到他想做的事情 他就会觉得很大压力 我是要修炼的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相同的例子 有一个很出名的高尔夫球手 他的伙伴是谁 是他爹地 他爹地从小就和他一起打歌 有一次他在比赛的时候 他准备揮肝 他爹地就说 儿子你不应该用那一支肝 你应该用第二支 那个高尔夫球手当时很小 他就跟他爹地说 爹地 这一场是我的比赛 于是他爹地就没有出声 最后比赛的结果 究竟是 儿子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输了 还是他不听爹地说 都赢了 不重要 关于有问题是 他们两父子 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想法 而作为爹地 他亦都会尊重自己的儿子 无论他的年龄是多大 他都可以接受 嗯 没错 这一场比赛应该是由他作主 其实我们会见到 在这个过程里面 爹地是让步 是不是 他是某程度上 限制了自己的权力的扩张 因为其实换着一般的家庭 一般的爹地 妈妈可能就说 我叫你这样做就这样做 你这么多激烈了什么 你多少岁啊 想话事 你这样和爹地说话 目无尊长 是不是 这些很惯常 是我们会冲口而出的说话 爹地虽然未必赞成 他用这支肝去打这一球 但是爹地仍然是尊重你的选择 这个可以说是第四层 人际关系里面的核心之一 这种支持 就可以令到对方 内化到他人的力量 我们既不是孤君作战 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自主的权力 当你拥有来自他人的尊重 支持和信任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更加好地 履行自己的责任 成就到自己的事业 所以作者给了几个建议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这种人际关系 第一 我们需要学会主动求助 我们要积极地面对自己的弱点 面对自己的脆弱位 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要伸手 请求人家的帮助 这一点其实是我最需要学习的能力之一 因为我从来都觉得 我自己一个人是可以办法到的 可以搞定到的 这个观点不够准确 所以我会调整我自己以后 对其他人的帮助的看法 当然这里还有另一面 就是有太多人太依赖人 觉得什么人都要帮你的 讽子老讽要帮你的 不是的 我们一定要建立到一条边界出来 没有人是讽子要帮你的 最正确的做法就是 我们不应该抗拒其他人的帮助 但同一时间也不像巨鹰一样 什么都要帮你 不要每次都示弱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暴露我们的需求 还有对自己要保持诚实 对他人也要保持真诚 因为你经常都收拾自己的需求 那别人怎知道要帮你 怎知道你有什么部分是需要帮手 所以我们的沟通应该是有效和坦诚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避开百慕达三角 这里所指的百慕达三角 就不是那些神秘学那些东西 而是指我们的人制关系里面 通常每个人都会在三种角色里面 扮演其中一种 一个角色叫做施害者 第一个角色叫做受害者 第三个角色就是拯救者 是一间公司或者团体里面 如果这三个角色都齐集的话 那这个团体和这种关系一定会走向恶化 为什么呢? 因为当施害者去打击那些受害者的时候 那些受害者不是直接找回施害者 而是找某一个拯救者去解决这件事 因为这个关系是一种分化的关系 明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可以解决的 他们偏偏就不直接解决 而是要找另一个人去解决 作者直言不畏 他说在一个团队里面 分化团队的人甚至乎 比特地去做坏事的人更加自动 施害者和受害者 他们并不打算直接解决这种关系 而是要拉拢另一个人站在自己那一边 而作为拯救者 他们可能只听到某一方的片面支持 所以就会进一步损害团队的关系 而因为有人站在自己那一边 所以连自省的需要都没有了 有人支持我 我怎会觉得自己是错呢? 肯定是对方不对 慢慢就会形成那些很虚偽很虚假的关系 有时你会见到一帮女孩 或者一帮男孩 面和心不和 就是这样的情况 中间肯定有一些搞屎棍在分化 否则一段正常的关系 朋友关系和同事关系 不会出现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要尤其小心那些搞屎棍的人 那些所谓的受害者 周围找人伸的人 你都要小心一点究竟他是人还是鬼 他是不是一个搞屎棍 但当然啦 如果本来有矛盾的双方 即是谈不定 怎么谈都谈不定 找第三方去调停 那就不属于这样的情况 而第三方介入的目的 是持平和打算解决问题 都是不属于这种白武达三角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同事邀请你去做拯救者 那你就要尤其小心了 第一我们不要轻易介入别人的矛盾 第二就是我们是要持平客观 不是站队 如果你决定要介入 那就应该是帮对方解决问题 以这样为目的 而不是以情感为目的 以关系为目的 我们去判断一间公司的管理架构 或者一群朋友的关系是否成熟 其实可以看看 究竟在团体内 有没有太多的白武达三角 如果有 那就证明他们的管理是有问题的 或者这些关系 其实没有你想象之中那么好 如果大家都是比较坦诚 没有那么多的无效的沟通 没有这些小团体 这个组织就是比较向上健康 所以下一点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跟你建立到第四层的关系 我们是要小心谨慎地去选择这些人 丧生建议我们一定要问清楚自己的问题 究竟谁值得我们信任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提到信任的五大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理解 这个人一定是能够理解到我们的人 他们能够理解到我们的背景 理解到我们的处境 我们的需求 了解到什么对我们有用 什么会令到我们崩溃 第二个要素是意图和动机 当我们找到貌似真正理解我们的人的时候 下一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动机 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 和我们进入这样的关系 他们和我建立这种关系 究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还是同时也关心我们 他的动机究竟是善良 还是想利用我们 这些我们是要区分清楚的 我们平时经常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这种关系就是动机有问题 对方之所以跟你结盟 并不是因为他支持你 而是他想对付另一个人 动机就有问题了 这些不可能是真正的朋友 第三个要素是能力 当一个人值得信任 动机也没有问题 下一步就是能力 他有没有能力可以支持你 你打断了脚 我是很理解到你的痛苦的感受 我关心你也没有什么动机 因为你身无纷纹 但是没有用的 你不会预计我可以帮你做外科手术 因为我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们去筛选一个朋友的能力 并不是贬低别人 并不是看不起他 而是一种坦诚的沟通 举个例子 假如有一天我想开一间公司 有一个很值得我信任的朋友 他说我不如加入你 和你一起搞 我很自然就要问一个问题 第一你手上具不具备我需要的资源 你有没有这些资金可以和我一起做这件事 如果你没有 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谈这一件事 不是说你理解到我 你和我是很好的关系 你没有什么不良的动机 那我们就一定是可以做得整一件事 我们可以在另一部分 成为很好的资深的朋友 但可能在做生意的部分 他未必是你最适合的伙伴 而处于第四层的交流方式 其实这些都是很坦诚的交流 对方也不会因为你这样去问这些问题 而觉得被侮辱 例如你做一些创业的抉择的时候 你的父母常常会有很多意见 又说很多的事情 要你去这样做 安排铺好条路给你 其实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动机 其实父母对你有什么动机 想你好 有哪个父母不想你好 但他们是不是有能力去给这个指导你 未必的 是不是 通常那些打工仔出身的爹地妈妈 他们怎么会觉得做生意是可以work的呢 他们通常是不敢去尝试做这些东西 无论他们做过失败过也好 或者从来都没做过也好 他们都会倾向不支持你去创业 但当然他们一定不是想害你 他们在他们有限的知识和视觉里面 发现做生意是很难成功的 所以他们想提醒你 不想你犯错 他们一定不是想害你 但他们是不是你最应该在这个时候寻求帮助的人 是不是需要听他们的说法呢 我们可以很礼貌地去听他们的意见 建议 但我们未必一定要听对方说 也不需要觉得我不听对方说 就会令对方失望 我就会内疚 不需要内疚 你的人生是你的 我要解决的议题是 我需要多听一些人的意见 但不代表我会盲目地去听身边的人的意见 这一点是要区分清楚 好像我做podcast了这么久 我不会期待我爸爸妈妈可以给了什么建议 你还给了什么建议 你还没做过 信任的第四个因素就是性格 作者提醒我们 任何不诚实 或者是试图欺骗 或者是偷野的人 根本就不值得信任 我们一定要离他们越远越好 面对这些人 我们要看着自己的荷包 和看着自己的耐心 同一时间 我们也要看看对方的性格 是乐观还是悲观 主动还是被动 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会坚持不懈去解决问题 还是会放弃呢 这个人跟你相比 是太软弱还是太强硬 太死板 太任性 太耐弱 太没勇气 有没有同情心是否善良 会不会很脆弱 分不分离 这个人有没有韩性 宽不宽容 其实当你越成熟 你所选的朋友都会越成熟 我们对身边的朋友的性格 和情商的要求也会越高 你很难想象 在诚哥身边的人 个个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每天都哭哭哭忽 你不会见 你不会期望他身边 会有这些人在 同一道理 我们的身边也是一样 你身边是什么人 你大致上可以知道 你自己是什么人 你死周围的朋友都是贼 我觉得可能你也是 就算你不是你都想去做 身边死周围的人 经常都情绪崩溃 我觉得你的情绪 可能也未必那么稳定 最后一个因素 就是他的业绩记录 你衡量一个人 他信不信得过 你一定要想起 对上一次他答应你的事 或者是你要求他做的事 他做不做到 如果他做到 或者是连续几次都做到 这个人便值得信任 但每次都是跨下海口 每次都是叛徒而废 这些人就未必可信 我其实这件事 我都要反省自己 我经常有很多想法 很多事情都说要做 这件事要做 那件事要做 但我未必每一件事都会真的做 所以很多时候 会被人的感觉 就是只有一把口说 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自己的羽毛 不要不断拔出来 不要被人 不要不断被人 不要派给人 不要经常都在别人面前 开空投支票 这样是会损害 你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 这五个因素 理解 意图和动机 能力 性格 和业绩记录 从这五个方向出发 我们大致上可以识别一个人 究竟他对我们来说的可信任度有多高 而且这五个遗度 亦都是我们在其他人心目中 建立信任的关键所在 你想别人信任你 这五点你就要做得到 而同一时间 我们亦都要在我们的人生里 在我们的每一段关系里面 都要找到这种第四层关系的人 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令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内容 和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好了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 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 帮到你的话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like和share你的视频 按下个钟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赞助下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说不定我们明天会再见 拜拜